在小小的工作坊中 族人欢乐歌唱 共同欢庆新北乌来编织协会成立20周年 回首这段时间的织布旅程 今年75岁的高龄美凤相当感慨 我们织布不是说一次都到位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瓶颈 织布下去了这样 要不然就是说好辛苦哦这样 有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 还要离开家里去请教老人家 我们去都一天两天这样 那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是 也非常的辛苦啦 族人表示日治时期 乌来地区的泰雅族人禁止织布 随后乌来地区趋向观观化 绘制部的族人屈指可数 20多年前在姻缘结会下 族人决定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学起来 便往返各泰雅部落学习 今年更从台大人类学博物馆中 将属于乌来地区独有的 驱齿群编织文重新拾起 在这个20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学习了很多 我们也很高兴 虽然现在人很少 我们开始的时候 也是只有几个而已 那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也有几个 那他们也能够一起来做的话 不管是一个两个 它一定会撒下那个种子 现在就是针对乌来区的话 有好几个要列无形文化资产 还有有形文化资产的项目 比如说包括猎人文化 资文的部分的话 目前我们还在努力中 但是我相信会尽快地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 那也可以赶快地帮助到大家 新北乌来编制协会 也正在严拟 要将驱齿群的编制文 提报原住民族传统智慧 创作专用权 持续透过族人团结的力量 保存传承自己的文化 有些新闻 我们到Sprarion 新北乌来采访报道